加拿大强积金CPP在2024年开始 又再对中产人士落手 加大了强制性的投放 想更加保护退休和低收入人士 那他们又是否真的可以享受到更高的福利 想了解多些就快点看下去 大家好 我是Soye 加拿大是一个很多人选择移民的退休国家 主要是因为这里的生活环境、医疗和养老金系统 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相当理想的 而这里的退休金计划 其实也满足到不同阶层的人的需求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了 由2022年至2023年的人口变化统计 显示加拿大人口增加了150万人 这150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相当于一个屋泰华的整体城市人口 即是多了足足一个首都的人 是否很夸张呢? 而当中有95.9%的人口增长都是由移民带来的 所以政府一直都致力于建立一套全面的养老金系统 确保希望将来这么多的人 每一位退休居民都能享受到充实和安稳的退休生活 而这个养老金系统主要是有CPP、OAS和GIS 亦都是今天我想讲到的内容 其实在两年前我已经拍过有关的题目了 不过时隔了这么久了 其实有很多东西 特别在数字上的资讯都已经调整更新了很多 所以我想今天和大家重温一下CPP、OAS和GIS的一些基本资讯 以及看看有什么更新的改动 影片中的资讯是我个人意见 我尽量去interpret税局的资料 给大家作为参考和交流之用 就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个度身订造的退休计划 那就要找回相关的专业人士帮你安排 开始之前记得帮我like、subscribe和share这条影片 这条影片就可以去到更多的人 也等到你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可以在退休之前 预先了解清楚加拿大福利上的变动 然后可以作出合适的相应调整 让他们退休做好准备 有一个更周长的计划 提一提大家 如果你觉得这条影片实在太长了 又或者一时之间没时间看完所有的资讯 很想快点去找回对你有影响的资讯 你可以check我资讯栏的影片章节 直接飞去你想看的部分 而且我还新增了一个podcast系列 将以前拍过的影片 拿走背景音效 重新制作了podcast 如果你想重温这些资讯 又不想被音乐影响 又或者只想听回那些资讯 这个系列应该就很适合你了 加拿大退休金计划 Canada Pension Plan 简称就是CPP 其实就是加拿大版的强积金 只要你在加拿大有做过工 也收取过以下各样的收入 例如工资、工作或服务的报酬、小费、佣金、 bonus 或者税务福利 也超过3500元以上 你和你的老板就需要去强制性参与CPP 你这个部分就会从你的工资里抽取5.95%来供CPP 而你的雇主就会额外为你供另外的5.95% 其实这个目的也是希望你在退休的时候 政府可以发放一定足够的退休金 给你支付你的生活开支 去到2024年 你和你的雇主的供款率仍然会停留在5.95% 不过最高的供款上限就会由2023年3754.45 调升到3867.5 而自雇人士仍然都需要供11.9% 而年度的供款上限就会由2023年7508.9 调升到7735元 我下面就有一些例子 让大家可以更加确切明白这些数目 如果你是打工的话 你作为一个员工和雇主 你各人的供款率都是5.95% 例子一就是如果你的工作收入是有6万元 你的供款就是把6万元减到3500元 乘回5.95 那就等于3361元 那你的雇主的供款也是同样计算 都是3361.75 那你的总共的供款就是6723.5 又或者你作为一个员工 你每个月大概就是供280.15 而在第二个例子 就是当你的收入有12万 如果你仍然都是打工的话 那你和雇主各自都要交5.95%的供款 那你计算下来 分别你的供款是6931.75 以及你的雇主也要交6,931.75 那可能你就会说 哇!那不是很多? 那是13863.5 很多了 不过你就不用怕 因为这个供款已经超过最大的供款上限 3867.5 所以你最多都是只需要供3867.5 但是如果你是自雇人士 即是你又是雇员又是雇主 那你就需要供2份 所以3867.5乘以2份 那就是7735元 不过如果你真的收入的话 去到2024年1月1日开始 你就要交多些CPP供款 因为加拿大要准备好将来 需要增加CPP福利 那就新引进了第二级的CPP供款 如果你的Yearly Additional Maximum Pensionable Earnings 中文的意思大概认为你的年度额外最高强积金供款收入范围 如果你的收入是超过$68,500以上 那你就需要被迫参与第二层的CPP供款 那你的$68,500至$73,200之间的收入 员工和雇主就需要额外供多4% 最高的供款额就是每人$188 而如果你是自雇人士 而需要参与第二层的供款 那你的供款率就会是4%的两份 最高的供款额就是$376 而去到2025年的时候 就会相应再加多6-7% 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要达到这两年总共提升14% 总括来说 就是在2024年开始 收入超过$68,500的朋友就要交多些CPP 而如果要找回自己的CPP供款和记录 和未来你收到多少CPP的估算 那你其实可以去MyserviceCanada找回这些数目出来 老年保障金 老年保障金 old age security 简称是OAS 是一个专门为中至低收入人士而设的福利 不需要像CPP那样 在加拿大工作过或者要做个投放 都可以申请到政府福利 当然是有一定的要求 要求就是你必须要65岁或以上 并且是加拿大的公民或者永久居民 要在18岁之后在加拿大住满10年 如果你是在海外居住的话 你仍然都可以收到这个福利 同样地你需要65岁或以上 而当你离开加拿大的时候 你仍然是需要加拿大公民或者永久居民 但你就要在18岁以后 在加拿大住满20年才可以领取这个福利 这里有些例子给大家 希望可以明白多些 假如你在加拿大出生的话 18岁之后一直住在加拿大 住超过40年或以上的话 你去到65岁的时候 你就可以有资格拿这个全额的OAS 而第二个例子是说一些移民的人士 如果你移民来的时候是1992年 然后去到1995年你回流回到你的原居地 然后去到2018年你又回流回到加拿大 住到2021年的时候你已经65岁了 三年又三年之后 你都未能得到这个老人福利 去到2024 那你住到九年 即是三年又三年又再三年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申请这个OAS 那你申请了 就可以等2025年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领取这个OAS 总而言之 如果你18岁之后 在加拿大住够40年以上 你就可以拿出全数的OAS 但在刚才移民的例子 由于你只是住了十年的时候 就开始领取这个OAS 所以就只能够得到四分一的OAS 因为它将最高领取额的40年 除你那十年的时间 所以你就只能够得到四分一的OAS 以2023年10月至12月的数目为例 65岁至74岁的长者 每个月最高领取707.68的OAS 而如果你是75岁以上 你就可以拿到778.45 在我以前的影片中 有解释过 为什么75岁以上的人士 会有高一点的OAS 你可以看作为参考 不过如果你的收入超过86912元 那你的福利就会开始被扣减 每一元就会减15%的福利 扣到你的收入超过134626元 那你全部的福利就会扣到没了 至于去到2024年 收入限制就会提升到90997元 直至到你去到142609元以上 就会没了所有的OAS OAS的扣除计算 我这里有些例子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清晰了解 如何效果的 假如你的收入是10万元 加上如果你有8354元的OAS福利 这两个数据加完之后 再减回收入上限86912元 其实你超出了21442元 这21442元就要乘15% 就是刚才说的要扣减税率 就会等于3216元 所以调整了之后 你的OAS实际由8354元 减回3216元 就等于5138元 看完这个例子 你可能会说 哪里有人退休 都还有10万元收入这么多 其实加拿大真的有不少人 在退休后 都是有这个收入的 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例如有CPP、RRSP的提款 Pension、投资收入、租金收入等等 这些全部的税务收入 都是会影响他们在加拿大 可以拿到多少退休金 还有虽然OAS的收入 是不会影响你GIS的收入的计算 但是OAS其实都是一个税务收入 很多人在加拿大生活和工作多年 所以其实真的会比大家想象中 容易去超过OAS收入上限的要求 如果你是属于或者可能属于这批人士 那你就需要作出更好的财务规划 增加自己可以获得这些福利的机会 虽然明年的OAS 暂时没有任何特别大的改动 但其实之前 在去年年尾的时候 都是出了一次很大的调整 就是75岁以上的人士的OAS 其实就增加了10% 所以其实政府对长者 都是特别的照顾 如果你想知道那些详细的资讯 当然你可以看我之前拍的影片 来做回参考 而当中也会有一些最新的提取时机建议 教你如何去找出自己 究竟应该60岁、65岁、70岁、75岁 才提取OAS 才是对自己最有效率的领取策略的 当中我额外分别用了新移民 和住了超过40年的居民做例子 让你都可以从多个角度 去了解当中的资讯 最后加拿大的老年低收入宝座 Guarantee Income Supplement 简称为GIS 是一个只有很少部分人可以得到的退休福利 因为要合资格取得这个福利 通常都是收入非常低的加拿大人 申请资格比较严格 首先你必须住在加拿大才领取 同时你也需要有资格和取得OAS 而至于收入方面的要求也相当高 我在营光幕上显示给大家看看 2023年10月至12月的最高收入上限的要求 让大家可以参考 不过近年也有很多退休人士仍然在职继续工作 所以又见及此 2019年在联邦预算案内 政府放宽了GIS收入上限限制 令到有工作收入5000元以下的人士 仍然可以享受领取最高福利金额的机会 让一些退休的人仍然可以工作贡献社会 而又不会失去享受福利 而5000元以上的1万元收入 亦可以有50%的豁免 GIS收入的计算 其实是基于你对上一年的税务收入 然后减去OAS和GIS 还有你的工作收入 刚才说过 头5000元可以缺免 之后那1万元有50%可以缺免 然后还可以减去CPP EI才再计算 下面有一些例子给大家参考 假如你的工作收入有4000元 那你这个存数可以被缺免 因为少过5000元 即是不会影响你得到多少GIS 如果你的收入是8000元 刚才说过 头5000元可以被缺免 之后那3000元的余额一半 即是1500元 那这个1500元不超过5000元 所以你可以存数1500元 来计算究竟你可以拿到多少福利金 这1500元再乘以50% 就是你的GIS福利金被扣减的数量 即是750元 而第三个例子 假如你是收入16000元 那你头5000元都可以被缺免 但是之后16000元减5000元 即是有11000元 一半即是5500元 就超过第二阵的5000元的缺免限制 所以你就不能用5500元去计算 只能用5000元去计算 所以你total能够被缺免的 就是头那5000元加上之后那5000元 即是有10,000元 所以16000元减10,000元的缺免额 即是6000元再乘以它的一半 那你GIS的福利扣减就是3000元 虽然申请GIS的要求好像很多很麻烦 但是要记住GIS这个福利是完全不需要打税的 而且还一点也不少的数目 如果你拿得足的话 一个家庭平均大概可以拿到1000元至1200元左右 不过其实GIS又对于在加拿大住了很久 又有正常收入的人来说 的确是很难可以拿得到的一个福利 如果你是一般的中收入人士 拿着平均每个月772.71元的CPP 那就已经直接影响你能够的GIS了 所以相反 如果看回有一部分的新移民 虽然他们没有供过CPP 但反而更可以拿足GIS 所以无论你在这里住足40年 又或者住不够40年也好 其实政府的数据发放出来的退休金 对大家都差不多 而通常新移民一般来说 资产比较多 就很容易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很多投资收入 就会影响他们拿到多少福利金 所以在资产配置的组合方面 就需要做得更加仔细 尽量去降低自己的税务收入 即使没什么交税 没什么供过CPP 也好 你也有机会拿到 和在加拿大生活了很多年 什么都交足的人 有商约 甚至有更多政府退休养老金 但如果我们已经在加拿大 生活了几十年 那很多时候 就会因为CPP 影响到我们未必拿到的GIS 也是为什么我常常强调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做好退休财务策划 而且每个人的需要都不一样 所以就需要按照每个人的情况 去特别订阅这个计划 我相信加拿大未来的退休金系统 将会继续有更多的改动 懂得如何利用这些福利 固然是很重要的 但我们的退休规划都需要与时并进 来确保将来有更稳定的退休收入 所以在我这个影片最后 我想再给三个小建议大家 就是要制定退休计划的时候 不单只要考虑到个人的财务需要 其实还要顾及家庭成员的需求 例如子女的高等教育费用 或者年长的父母 甚至自己以后需要长期开户的费用等等 CPP、OAS和RR、SP 其实他们各自都需要发挥一个很大的作用 究竟应该何时拿 先拿什么 先、迟些拿什么 其实时间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找一个专业人士帮你安排 制定一个领取的时间表 也是很有用的 还有就是要避免过量投资于某些非流动性的资产 就算你投资了也必须制定一套 令到这些资产可以被你使用 和产生免税现金流的方案 希望今天分享的资讯 能够为即将迈向退休生活的你 提供到有用的帮助 提前为未来的退休生活做好充分的准备 筹划从多方面去多些收取免税和足够的退休金 去完成自己的退休计划 达到理想的退休生活 如果你需要帮忙 又或者想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准备 你也可以像我的朋友或客户 去找我资讯问我一些专业意见 又或者你已经在做退休的准备 想知道如何建立退休和遗产传承的计划 我欢迎你可以用影片资讯栏的连结 或者萤幕上的QR Code去联系我 我会提供一次性的免费咨询 让我了解你的情况和你的需要 甚至可以帮你议定一个计划 影片就来到这里 如果你当中拿到一些新的idea 走之前记得帮我like、subscribe和share 我们下次再讲其他topic 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标准